吃過的容器就這樣擺在窗戶邊 甚至把這裡當自己家 東西堆著到頭呼呼打碎 不過這裡就在機場 許多人進進出出 就怕會造成旅客及人員困擾 日小民眾反映桃園機場第二航廈 裡面的觀景台和餐廳座位區 有街友在這徘徊 街友會用行李帳位 白天在附近閒晃 晚上就進來睡覺 雖然他們會在這過夜 但因為沒有打擾到其他人 因此機場人員也不會特別取趕 沒找到人其實是很差 比如一兩邊到是還可以接受 只是這裡24小時開放 會有許多旅客出入 畢竟機場是國家的大門 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觀感問題 TVBS新聞林主委藍庭 桃園釋放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